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或者是說一些很甜蜜的說話 爸爸已經會很開心的了 我們大家都一起經歷過SARS 是啊 很深刻吧 都是的 雖然那時候我還沒來香港 但是我在上海那時候都很緊張的 大家都很害怕的 這次就通過拍戲這個方式 去表現出當時那些人的心態 我在裡面 因為我是一個演員 我因為SARS 我的電影上不了 搞到我馬上好像失了熱 其實很慘的 但是又有一些策略就是 我知道怎樣自己去努力工作 因為一開始我這個女生是怕辛苦 不想捱走捷徑的 會不會跟現在近幾年的疫情 其實這個情況也有些相似 都會相似 不過我覺得這次會有多了少少經驗 是不是 就是之前SARS經過經歷了之後 這次真的會有少少經驗 大家可能自己個人衛生也好 然後自動自覺那些 就是 總之大家都要自覺啦 是不是 來少些人的地方 我覺得這些經驗是 是上次經歷了之後有的 拿到的 但是事業方面呢 剛才你都說 電影裡面你做演員 或者電影上不了 事業會停滯 其實這幾年你的事業有沒有 或者都可能受影響停下來 除了看到你拍過 又拍劇 我覺得反而對於我來說 事業是又開始衝刺的階段 又開始了 對又開始了 因為之前 不知道我生了BB之後 其實是休息了兩三年 但是反而在家的時間多了之後 真的要出來做事了 覺得自己很悶 還有很頂不順 一個很懶散的自己 就是很懶 經常在家裡不收蝙蝠 所以就繼續做事了 你的故事跟誰做對手起動 我是跟李志亭 李志亭 還有許雅婷 他是我的鬼滅來的 後來兩個關係很好 李志亭 我就覺得 為什麼所有男人都 所有男人對著我 都是有企圖的 但是 是啊 企圖 企圖 企圖的 為什麼這個男生 看到一個美女 居然好像不動心 或者是照處我照擲我 我覺得他很有趣 但是慢慢慢慢就開始依賴他 因為覺得這個男生很真 但是你還沒有跟你志亭合作過 第一次第一次 是啊 我的角色是很搞笑的 這次 不用再像家族榮耀那樣 不用再像家族榮耀那樣 又不用再像家族榮耀那樣 不用再像家族榮耀那樣 不用再像家族榮耀那樣 但是一樣的辛苦 我不知道原來 因為我的角色是需要發喉發品 因為我裡面 他老闆阿麥包的角色 我是他的太太 我是他的太太 然後我 然後我 透不透 有否劇圖得這麼多 沒有啦 算了 總之就是 即是不瘋 但是就要發校 發校 發校 一樣這麼辛苦 我沒有想到原來真的這麼辛苦 那你覺得做哪樣 一樣這麼辛苦 哪樣你覺得自己拿手一些 發校容易一些 還是發癮 發校不行 發癮 寧願發校 寧願發癮 發癮會不會比較像我平時 或者教兒子那些 感教女兒那些 感覺 你覺得我停在那裡 不准動 或者點那些 會不會比較像一點 其實我覺得 你女兒怕不怕你 也成問題 你說得這麼斯文 我想會怕的 因為我在家 現在已經不是這麼溫柔 我老公跟我說 你好像變了很多 沒有辦法 你兩個女兒不聽 如果很溫柔 你是不是苦媽 現在應該慢慢轉型 轉型去苦媽那邊